淳亡齿寒 春秋时期,晋国想吞国鱼两个小国,计划先打国国。 但是,晋军要开网国国,必先经过渔国。 如果渔国出兵阻拦,甚至和国国联合抗进,将南渔得逞。 晋国大夫寻息,向晋献公建议, 用我们驱地产的明码和垂集出的美玉作为礼物送给渔工, 要求借到让我军通过, 估计那个贪恋财宝的渔工会同意为我们借到。 晋献公说,这明码美玉是我们晋国的两样宝物, 怎可随便送人。 晋献孝道,只要大事成功,宝物暂时送给渔工, 还不是等于放在自己家里一样吗? 晋献公明白,这是晋献的计策, 便派他带着明码和美玉去见渔工。 渔国大夫公之旗,知道了晋献的来意, 便劝渔工千万不要答应紧军借道的要求。 说道,国于两国一表一礼, 淳亡齿寒,俯车相依, 如果国国灭亡,我们渔国也就要保不住了。 可惜,目光短浅,贪财无益的渔工, 竟不停公之旗的良言忠告, 不但答应借道, 而且愿意出兵帮助进军, 一同去打国国。 公之旗预料祖国将亡无法挽救, 只得带着家小,趁早逃到曹国去了。 这样,晋国公在渔工的帮助下, 轻而易举的把国国灭亡了, 晋军得胜回来, 驻扎在渔国, 说要整顿人马, 暂住一个时期。 渔工还是毫不戒备, 不久,晋军发动突然袭击, 一下子就把渔国远灭亡了。 渔工被俘, 驱地产的明码和精锤出的美誉, 仍然回到了晋献工的手里。 唇王齿寒, 齿局嘴唇没有了, 牙齿就会觉得冷, 比喻关系密切, 利害相关。 此地无银三百两。 古时候, 有个叫张三的人, 他费了好大的劲儿, 才积攒了三百两银子, 心里非常高兴, 但是他总是怕别人把他的银子偷去, 他就找了一只箱子, 把三百两银子定在箱中, 然后埋在屋后地下, 可他还是不放心, 怕别人到这儿来挖, 于是就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他拿出一张纸, 在纸上写道, 此地无银三百两, 七个字, 贴在墙角边, 这才放心地走了。 谁知道, 他的举动被隔壁的玩儿看见了。 半夜, 玩儿把三百两银子全偷走了, 为了不让张三知道, 他也在一张纸上写道, 隔壁玩儿不曾偷, 贴在墙上。 张三第二天一早起来, 到屋后去看银子, 银子不见了, 一件纸条, 才恍然大悟, 此地无银三百两, 出自民间故事, 有人把银子埋藏在地下, 上面留字写道, 此地无银三百两, 邻人玩儿偷走了银子, 也留字写道, 隔壁玩儿不曾偷, 此地无银三百两, 指的是, 这个地方没有三百两银子, 比喻想要把事情隐瞒掩饰, 结果反而暴露。 如, 他极力地想说, 这件事情与他无关, 可却脸红红的, 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